Hello 大家好 又是跟大家做桑普論證的時間 今天我做多一節關於這個劉勢良事件 短短一節 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我稍後會拿一節關於其他的新聞 因為我覺得應該告一個段落 因為這件事 我不可以排除我將來再會繼續評論這件事 但這件事我想有一些事情 是昨天未講到 都希望今天繼續講一講 即是說究竟這件事怎麼收科 即是我們應該拿出什麼的一種態度去看這件事 是不是得勢不饒人 還是說應該是給別人一個位去走 那怎麼看這件事呢 是直接去講一講 那這些事情很少評論人現在講到這一點 我先看前一步一點 因為這件事的形勢發展 似乎有越來越多的證人和證詞 是對於劉細良一方是比較不利的 而劉的一方在這兩天三天 基本上都是比較沉默 我想這個當然尊重每個人的一種權利 但我想就有幾個corner的位 已經開始一個二個被人看到 有一些人證在說一些話 最新的說法就是 2017年10月 陳喬為了慶賀90歲大壽回港 由長女陳麗娟陪同 跟親友和相熟的攝影師分別會面 去到當年的10月2日 喬叔和黃勤大等六位老朋友 談到侵權事件尋求建議 知情者包括在南華早報共事 30年的老戰友施歪於 前攝影記者協會主席破央楊德明 黃勤大和太太黎家路 前記協主席岑以蘭等等 2018年5月喬叔再次訪訪 訪訪南華早報銅鑼灣新辦公室 當然當時是獲得這個TEMY TEM 譚慧儀的接待 當然大家知道在當時 因為為了顧及別人感受 喬叔是沒有向譚慧儀提及自己的冤屈的 當然黃勤大寫了一篇文章 貼在念書上面 是見證了陳喬為侵權事件感到耿耿於懷 也是當年是他最後一次和喬叔的會面 黃勤大的鐵文裡面是這樣寫的 關於近日喬叔事兵集被侵權一事 在我的記憶中 那是疫情前 喬叔回港探女兒 喝茶見面時 其實是2017年10月2日 老人家看了這件事感到不快 趁這次回港 希望找對方說清楚 老人家 即喬叔說 對方只叫他上去他們的公司 我當時對喬叔說 老人家在女兒陪伴下 去機場的情景 想不到是最後的送別 其實有些淒慘 其實很難過 那這篇文章呢 在這個黃勤大的Facebook有貼 消息的檔案也是轉貼 還有講出我剛剛上水的評論 這些不是我的想法 是消息的檔案的看法 而我覺得是相當合理 還有有事實為基礎 那換言之 之前我們看到 就是羅恩惠和這個南祖的 這個Weldon Kong的一段對話 證實到南祖是被誤導之下 授權給這個劉細良夫婦的上書局去出版 那這一篇黃勤大的貼文呢 是證實到一個Point 就是喬叔早已經不滿想去反對 對對方表示反對 對對方去抗議 但被黃勤大禁住 現在黃勤大覺得真的很抱歉 也很犬如 必達了自己的意見 當時勸老人家不要為這件事追究 所以這個老人家當時想追究 突然之間因為他的說話不追究 他今天也抱歉 那現在你看回這個喬叔 怎麼會說他這個冤屈不存在呢 是不是 他知道這本書的出版 他是不滿意嗎 這個是一個問題 那麼你看到當時的事是2017年10月2號 即是當年的事 並不是發生在2018、19、2021、22、23、24 或者是他過世之後他的女兒突然發難 我想這件事要搞清楚 OK 所以越來越多的人證 將一些事實的碎片 逐個逐個檢拾起來 好了 整個形勢的發展 整個形勢的發展 我覺得是不利於劉的 當然我到今天 此刻 我都說沒辦法做定論 因為劉都可以說出他的證據 他當時是哪年、哪月、哪日 取得了喬叔的書面 或口頭、或默示的同意 我上集都講了這三種分別 到哪裡 我現在不再重複了 起碼你要講清楚這一點 但他沒有 OK 那麼我現在看到他的沉默 我加上其他人的一點一滴的一些證人的證詞 我會覺得這件事是越來越明顯 我都跟部分一些一直都是留的支持者 他們都開始發覺到他們開始有不同的意見 那麼當然這個不代表全部的支持者都是同樣的不同的意見 那麼他們開始慢慢就知道 喂整件事浪浪去碼感 不過 我會覺得有一件事是很清晰的 我不會在人格上 莫名其妙地去抹黑 這個劉細良是一個 這個是 十惡不赦的一個罪人 我覺得這件事沒有去到這個境界 那麼我有時問自己 我看到很多的留言 他說 桑普你還是法官 其實第一我不是法官 要問一下 相普如果有些什麼問題的話 那你就 叫大家起訴對方去法庭告 如果劉細良不對 他覺得別人不對 就告他們 或者你覺得別人是侵權的 尤其是陳喬的女兒 覺得別人是侵權的 你就去法庭告 為什麼要打輿論這些不默的戰爭呢 動不動就是告人家 第一 你浪費加拿大的司法之餘 是不是香港 你怎麼在香港告呢 在香港告劉細良 他怎麼出席的審判呢 是不是 那這件事顯然就是加拿大告 是不是 那你是不是 講的是什麼呢 為什麼什麼都要說 你們罵架不准罵 再罵不好 告他 是不是 這些什麼的心態呢 所有做律師都知道 能和解就和解 能溝通就溝通 只有當溝通 就是談判 或者所有的 已經此路已絕的情況之後 才這樣做 我知道雙方都說明 保留法律追訴的權利 但是沒有說過說 我一定會告你 你再不答應 就告你 沒有這樣的說法 起碼這件事 是不是要沒有得慢到 要利用了一個 加拿大這個國家的司法資源 來處理兩個人之間的爭議呢 那麼有些人會說 這件事呢 就是小事一粗 不要聊了 還有很多更重要的事 那麼他們的論點是什麼呢 反共要緊 大家都是反共的人 就不應該互相攻擊 我聽完之後 略有所思 問大家兩個問題 一 我們為什麼要反共 第二 我們憑什麼去反共 OK 我們為什麼要反共 因為共產黨不講真善美 他們說假話 行邪惡 好鬥爭 他們不是說真話 行公義好憐憫 整個社會主義 共產主義 馬克思主義的關卡 全部都是邪惡的 所做出來的所有的事 都是卑劣的 講大話的 暴力荒言治國 數位極權主義 戰狼外交 搞沉香港 逼到離散港人 走到各地 包括我在內 還有很多在裡面 坐牢的人 對於中國的迫害更加嚴重 西藏新疆更加嚴重 對台灣民工武嚇 訪問歐洲 希望聯歐制美 分泛歐美 你會看到什麼呢 共產黨就是一個邪惡的組織 全世界最大的黑社會 看我的節目都很清楚這一點 不是因為它叫共產黨 是因為它做盡 不真 不善 不美的事 那我們憑什麼去反對共產黨 我們沒有刀槍 OK 我們沒有大炮 OK 我們嘗試過和理非去反對 不是很成功 我們嘗試過勇武 有一幫人去反對 也都不是很成功 但有一件事 是和理非和勇武都共通的 大家一直都沒有想清楚 就是什麼 就是我們的觀念 和共產黨不一樣 我們的觀念就是追尋真善美 我們憑這個基本的觀念 這個就是我們唯一的道義之願 化諸為影片 化諸為文字 化諸為時事評論節目 化諸為我們每日日常生活的對抗 化諸為獨立書店 化諸為受苦共同帝 寫信 旁聽 探監 追車 這些事情 就是我們唯一的事情 我們不是錢給共產黨多 我們不是槍炮給共產黨多 我們不是人多勢做網軍給共產黨多 他們比我們更多 我們唯一的就是這件事 好了 當我們的同路人裏面 起了這個爭議 而這個爭議涉及到真善美的層面 我們當然要搞清楚的就是 我們要搞清楚究竟真善美究竟在哪一邊 我不是法官 我不是唯一的法官 大家人人都可以去有個心裏面 心如明鏡台 你自己可以判斷 那你不可以去判斷 你不可以說 今天黃絲和黃絲之間 大家都是反共的嘛 雙眼不要吵 大家不要爭了 譬如說 國下是A軍 假設國下是A軍 A軍 我就偷了你一百萬港幣 偷了你一百萬的金銀珠寶 然後我又是黃絲 你又是黃絲 我們都反共 打和啦 是不是這樣呢 那不會這樣的嘛 我們不是以 你是不是反共與不反共 這個旗次 來區分你與我 我們是以你的觀念 是真善美與否 去區分究竟你與我嘛 你如果走共產黨那邊 是必定 是不真 不善不美嘛 但今天如果 你都是說 走反共這條路 而你自己 不真 不善不美的話 那你不是說 和我不是走在同一條路上面 沒錯 我們在口舌當中 都希望大家多些反共的聲音 但我們要好提醒同路人 我們要做一個正直的人 我不是很高的標準 最重要就是說 知錯能改 每個人都會 講到一些 slip of tongue 或者做一些很激 即是我有時候 情緒化為一些很激 激熱的東西 我都承認我不是100% 是對的 但起碼 我們謙虛一點 做一些真善美的說法 不要時常想著 用這東西可以spin 用這東西可以 政治化妝成功 其實不會 真正的東西 不是教人家怎麼政治化妝 真正的重點是教人家 怎麼做一個好的政治 就是怎樣 用實力謀取和平 用勇氣換得自由 而勇氣和實力背後 必定是真善美的 基礎 你沒有真善美行的法治 變成一種法家 你沒有真善美去支持的民主 是民水 你沒有真善美所支撐的自由 是放蕩互惠 這個就是秩序 Athos E-T-H-O-S 這個就是基督宗教基礎 尤其是宗教改革後 基督宗教的共通基礎 有這東西 才有憲政民主的基礎 沒有這東西 基本上憲政民主是 鏡花水月 明白這東西就知道 重點不是制度 重點不是相信人性 重點是相信 基本的真善美的價值 以及它的秩序 這個真是重要的地方 這個就是畫線的地方 口講反共 實際上通共的人一大堆 劉西良不是這些 口講反共實際上會做錯一些事情的 他是這些 這些人 有些人說他是世界仔 說他是騙子 為他是行盡壞事 我覺得這些東西 通常都是一些比較激怨之詞 我會覺得我有少少保留 我會覺得 他這件事做錯就是這件事 一事還一事 你怎樣去描述他這個人 已經是一種歸納法 有些苦主就一直會說這件事 甚至有些剝花生的人 很喜歡去貼一個圖出來 在那裡插述他 我會覺得 取笑有時 是不是 激怨有時 但我們都要講道理 所以我上一集 拍了一段片 純粹講法律 那好了 怎樣善後呢 那我覺得既然是這樣的 我們都希望有一個方法 可以解決到這個問題 對不對 那我提出一個建議 我想這件事他要搞清楚了 我上一集都講到 法律上唯一的爭議 就是同意與否 道德上唯一的重點 就是誠信與否 這件事如果 劉細良 覺得自知沒有理會 自知覺得完全正確的 我希望他 盡快 可以公開澄清 他拿到陳喬先生的 同意 是什麼的同意 書面的同意 口頭的同意 或默示的同意 請他講清楚說明白 我覺得到現在是講不清楚的 他第一次七分鐘的片 基本上就說 我拿到這個南華早報的書面同意 絕對的授權已經取得了 和陳喬先生無關 這個當然在法律上是錯的了 我已經講過了 他在後來第二次的發言裡面 說過 我已經取得 陳喬先生的知情及同意 既然是這樣 為什麼你不講清楚你的同意 你拿到的同意 是什麼呢 哪個時候 哪個地點 陳喬先生 如何將你的同意 內容 是什麼 傳達給你 書面 口頭還是默示 選擇題 填充題 為什麼他不答清楚呢 如果他是這樣 那我們再聽 整件案子是怎麼樣 如果不是 如果完全不是 OK 是說他自知理規 這兩個可能性 一個是故意 一個是過失 故意就嚴重了 故意的話 就是故意去 他人家的東西 就叫做 盜版了 就叫做騙子了 那這種情況的話 他要清楚 是不是要清楚交代呢 我覺得這句 當然 我不會否定這個可能性 我也不想陰謀論 肯定這個可能性 我全而不論 這個is a possibility 他在一個故意的情況下這樣做 由此而終是想騙 騙了陳喬 過他一動 然後用這個東西 為上書房 出到這本 結集了陳喬 這麼多年的作品的書 而有名氣 而覺得面上有光 成為他的shining point 絕對不是為了十幾萬賣書的收入 是一個prestige 對不對 這件事是他得到的利益 很無異問的 這件事是非常差的 但另一種可能性是什麼呢 另一種可能性就是說 他由始至終 他都覺得 只需要得到南華祖母的授權 他真的不知道原來法律上 還需要得到陳喬先生 對於自罪的版權 及 這個照片的儲名權 當然這種說法 是有些鄉縣的 你問我 但這種說法 是不是絕對不可能發生呢 我都沒有人法律下 沒有人法律下 沒有人法律下 你說過失的情況 我後來才知道要陳喬的授權 但有一件事我覺得是比較 反應的 什麼呢 你自己第二次 我不知道你是否畫蛇添足 還是鬼拍後尾就 你自己說 我已經取得了陳喬先生的 知情及守權 知情及同意 Except wording是這樣 知情及同意 知情在所不穩 同意 這個問題就大了 即是說 暗示一件事 第一 你有他的同意 為什麼第一次不說呢 第二件事 你暗示這個要求 是法律上的要求 你才這樣說 那你很難說 你是過失的 好了 我當憤不自 抹掉你第二次的聲明去 我當你還是第一次聲明了 我當自己 閉上眼睛 好心人一點 那怎麼做呢 那我覺得 於是這樣 真誠地 全面地 和這個 陳喬的家人 尤其是長女 去誠意地道歉 道歉的內容是什麼呢 是為這個 未經這個 陳喬先生 去 書面 授權的情況 或者口頭授權的情況 而去 出版這份作品 這件事呢 是道歉 也都是為 曾經講過 陳喬貪錢 這些講法呢 是去道歉 真誠地和他們 撒嵌 然後呢 也都是 願意將他 賣書的收入 不是還給 不需要還 不要還這件事 還給陳喬家人 捐給一些 慈善機構 一些 大家都同意的 或者雙方都同意的 慈善機構 接著停止這本書 繼續發售 或者再版 消除任何侵權的危害 這件事就完 絕對不需要你賠錢 給陳喬家人 這個是我個人的淺見 當然 當事人不是我 當事人是陳喬家人 我不是他的律師 OK 當然 這件事是由他們家人決定 而家人的要求 只是這麼簡單而已 我很相信 這件事如果這樣處理的話 大事化小 基本上很多 責罵著 痛罵著 劉先生的人 我想 一定會消失 過半以上 我也都很恩見 樂見 劉先生繼續做他的政論 不是說這件事 繼續做他的政論 繼續教共產黨 但如果他經過這件事 經一事掌一事 這件事他不對 這樣說 我想你這樣說 我先把故意過失傳義不論 好多人都說故意的 是騙子的 那你這件事 就先在動員裏 你不要說自己故意或過失 你覺得對侵權的客觀事實 是的確有這樣的嫌疑 OK 我一避免嫌疑 他就希望這樣做 那這件事就死掉了 甚至你一開始都不需要說明 跟家屬說 我沒有侵權 你不需要說這些 或者我有侵權 都不需要說這些 你只是為了 我為了對 說過陳喬貪錢類似的內容 這個就是獎女聲明說的 陳喬貪錢內容 我覺得是絕無此事的 我對這些侵權的問題 可能未察秋毫 結果 對於這件事有 失準的判斷 願意平息這件事 為他以前對於陳喬先生 說貪錢的這些事情 去自協 亦都覺得這件事 未必在法律上 是完全站得住腳 於是乎願意停止出版 停止再版 停止銷售 亦都希望將他拿到的錢 撥捐雙方同意而合法的慈善機構 完了 這樣就避免很多那些 共產黨組織系統的非來碼 繼續在挑撥彼此的關係 而這件事的主動權 其實在樓身上 OK 這件事他不出聲 主動權就一直在那些 不斷爆料的人 我都說了 由這個 之前的Weldon Kong 就是羅恩惠在消息的檔案 講的這個對話 跟著來講黃勤大 的這篇貼文 已經越來越講越多 整個拼圖越來越清楚 在記者的圈子裡面 其實已經很清楚 誰是誰非的 那你說記者的圈子 認為忠以為是 未必是忠以為非 未必非非 Yes 我們就擺事實 我都說唯一的legal issue 就是有沒有同意 而今天他沒有解釋清楚 你叫我怎麼相信呢 那你說我做法官 我不是法官 我做commentator a comment on this matter 這件事就是我們要評論的事 那你說 哎呀 很多重要的天下大事 國家大事 還值得評論 你說這個做什麼 那當然 You are right 但這件事 是牽涉到 真善美 是牽涉到 基本的價值 是牽涉一個 他聲稱是 反共的同路人 是否能夠維持一種 反共必要的道義基礎 就是我們有同樣 反共的觀念 我們唯一能夠 反共的資源 就是我們堅持真善美的態度 滑善的標準 並不是你口頭上 不是說反共 滑善的標準是在於 你是不是堅持真善美 還是假邪丑 這個就是我們 基本的原則 這個是有信仰的人 基本滑善的標準 不是說你口講是不是黃絲 口講是不是反共 OK 這個才是真真正正我們的準則 那你說 有些真善美是很相對的 不好意思 我覺得這件事真的沒有相對 在於這件事 是不是誰取得 不是口同鼻咬的問題 而是今天 對方是否取得這個授權 有些留言者就跟我說 他說 喪普 好 這個罪疑唯有利於被告 疑點利益關於被告 無罪推定原則 是要由我們指控方 去指控別人 的確是有這個侵權的 我再說多一次 這件事跟這個殺人強姦案 是一個根本分別的 殺人強姦案 我要找所有證據 你哪個時 哪個地方 哪個地方 殺了什麼人 例如蔡天鋒案 OK 哪個時刻 哪個人 拿什麼殺死他 哪個是旁邊看 哪個是無關 這個要搞清楚 是控方要證明 不是辯方要證明 本案中 涉及到什麼呢 究竟 劉世良 有沒有取得 這個陳喬的授權 去出版 你叫陳喬 去證明 哎呀 劉世良 沒有取得我的授權 莫同意出版 就等於 要你去證明 你整世人 都沒有強姦過 異性一樣 整世人都沒有殺過 那你自己問一下 你回答我這個問題 你怎麼證明自己 整世人都沒有殺過人 整世人都沒有強姦過人 整世人都沒有授權過對方呢 你怎麼證明我沒有授權 我沒有授權就是沒有授權 是要對方告訴我 我授權在哪裡 我清心直說 我真的沒有授權你 譬如桑普出了一本書 我也出過幾本書 你突然拿了我本書去出版 賺錢 然後我說 喂 我沒有授權你去出版我的書 是賺錢 然後你說你證明 你控告我 你證明 你證明你沒有授權我 How can I prove the negative 明白嗎 這個就是問題 你說你有授權 喂 你都要交代你的授權基礎 三項選擇題 書面 口頭 默示 那你要講誰 你要講清楚 一次過講清楚是哪個地方 再來 不要再吹噓有什麼簽書會 沒有這樣的會 OK Thomas Wong在那個簽書 簽書的地方 不是全程在那個地方裡的 我掌握到很多的資料和細節 我現在不想全面講 我是留有餘地 為什麼 我不是說留有餘地 劈出來打你 我覺得他是評論人 我是評論人 我是評論人 我尊重他的東西 我不是很認識他的 即是說真的 他和我沒有牙齒人 他不是要遮死我 我也不是想遮死他 我希望給一個 給一條路 一個離圍 給他走 這條離圍就是剛剛講的東西 就是給他 要是你覺得你自己理規 你就講清楚 你覺得自己沒有理規 你就講清楚 你覺得自己理規 你就道歉 真誠 我們不是說不原諒你的 我都說了 做錯事的人 去道歉 沒有助事的人 不要得理不要人 得勢不要人 做人要 就是要顧念人情 顧要寬容 tolerance 但前提就是說 真相要搞清楚 道歉要全面和真誠 這個是基本的 很基本的原則 如果沒有這種前提之下 我覺得沒有任何原諒的空間 否則你八九六四那些 所謂真相 是吧?我們經常講八九六四就是 六四三五周年 真相 真相 賠償 救责 這些是甚麼呢? 去到今時今日 我們不是看到家屬要賠償 也不是真的要救责 他只需要真相 是很卑微的要求 而今時今日 怎麽你不講清楚呢? 那你說 這個是一個 疑點你歸於被告 第一 你說的這些 全部是刑事案件 我這個節目 不是做刑事案件 我不是刑事法官 也沒有人要告劉西良 刑事案件 這宗案件 是一宗所謂的 智慧財產權 知識產權 侵權的民事案件 還有一個道德議題 不需要有所謂的 哎呀 這個罪而為有利於被告 這個什麼? 疑點你歸於被告 什麼? 什麼無罪推定原則 我們都不是講刑事問題 沒有人要告 我到現在沒有人要告 劉西良是一個甚麼呢? 這個刑事問題 這是一個什麼? 民事問題 民事問題是什麼? preponderance of evidence 證據優勢原則 誰能夠講出更好的 一個故事出來的 那就通了 所以我就說 我現在稱到今天 都是看到 這個樓市 就未必 在兩次 即七分鐘我當第一次 說陳喬友 還有 知情和同意的第二次 我未聽到第三次 而第二次的呈徵 我覺得是劃蛇添足的 是否這件事 搞到今天 就整個都藏起來了 不說話呢? 但不說話 主動權力給別人 繼續這樣 在那裡 將事實 一個月的堆砌出來 搞到他最後沒有彎轉 所以我想這個window 這個所謂的道歉和解的window 是存在的 現在 但是窄的 我不知道哪個時候 去到一些 沒有辦法去 irrefutable evidence 它整個會坦在那裡 趁這個機會 能夠得到家屬的諒解 這個是黃金時刻 我再說一次 不要將這件事 炒作成為一個 開一個花 以為用其他新聞 來押過這個新聞 或者說 想將這件事 提升到 加拿大不同政黨之間的 政爭的地步 或者說 繼續去做 我相信他現在沒有 也都希望不會 或者任何一方 去做而去重傷對方 有多少分事實 講多少分話 陳喬的長女 他基本上都沒有出聲了 因為他是苦主 很多人已經講了這件事 我們奉勸很多 就是 在罵劉勢良的人 也都是以事實為根據 以證據為準成 我當然有一些 你問我有沒有一些所謂的 預設立場 我很難會告訴你 我是沒有的 我也不是法官在這個地方 因為我看到的資料 和我現在講給大家聽的 是有分別的 譬如我看到十件資料 我會覺得 說這些很convincing 是我的立場是怎樣的 但我現在看到的公開的 即其他網上公開的 我就著公開的事來講 我覺得就公開的事來講 很難有convincing case 是給任何的一方 但我認為 劉勢 是不是就這個最關鍵的地方 有說明的義務 和道義的責任呢 這個就是我的看法 這件事我會覺得 剛剛講的 怎麼修科 就是剛剛這樣修科 很圓 但你不敢修科 即我現在做你的spin doctor 是嗎 我都不收你錢 不做你spin doctor 我都不想做你spin doctor 我即是說 我希望 不要這件事繼續這樣引爆下去 親者痛仇者快 我都不是跟你親 但是我就覺得 素昧平身 我都不想 大家的仇家 共產黨繼續 利用這件事呢 去做不斷的明暗分化 撕跌彼此 我都沒有必要 真的沒有必要 到今天我看到很多海外的 一些評論界的同道 我不認識他們的 有些認識的 有些不是很認識的 他們紛紛都作出這方面的指 對劉生的指控 記者的圈子 也都大家對於劉生的指控甚密 我希望這個時間 這個時間是好過window 就是平息這件這樣的事 但是 是不是言者 遵遵 聽者 妙妙呢 那我就真的不知道了 我希望他能夠拿出 勇氣 和真誠 在真善美的真正的價值觀之下 將這件事好好解決 OK 那你說 我不是presesume了 他是這個犯罪 那我很難免 就是這件事 我會有這樣的一種想法 但你說 他是不是 我有十足的證據 他故意 要搞阿喬叔的話呢 到現在 已經公開 就現在公開的地方 證據來講 我很難有十足的把握 說他故意搞阿喬叔 我只是說 你起碼有過失嘛 你起碼有過失嘛 是不是 但是這個過失 你很難說服我 你很難說服我 但是這個possibility 是存在的 就是說 你相信只有南祖 就行了 不需要喬叔的 但是我覺得你自己 前後都不去後語 好了 我對他十足的寬容 去形容這件事 就是平息這件事 為什麼不做呢 是嗎 我想家屬要的就是 或者是說 很多的老行家 看到這件事 就覺得很同心 喬叔絕對不是 共產黨的支持者 他的家屬 我也不認為他們是 共產黨的支持者 不可以滅沒紅人 這件事 但是我們看回 我們的人與人之間 對於觀念 是有多麼堅持 所以教訓就是什麼呢 不要說人家反共 或者想消滅共產黨的人 就覺得這些是同路人 他們口頭上 leap service 和你同路 但是是不是觀念上 言行上 和你一致呢 而大家都有寬容 你照一下 我自己照一下鏡 大家照一下鏡 你是不是一輩子不說謊 一輩子都是 嘩 這麼正直呢 不會的 我們都會有做錯事的時候 需要保持一個謙虛 你給別人一個 離圍去走 也都給自己一個 官容的空間 彼此之間 在人情上面 才行 世事動靈皆學文 人情煉達即文章 我希望大家 都有這樣的心態 去看這件事 好 下一節再講其他議題了 真的要講其他議題了 下一節再講 有請問 名牌 你 好 好 好 有